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快乐植物的故事 基因植物实验室在培养一种特殊的植物 需要人和它接触交流 定期浇水 它可以散发让人愉快的气味 可以调节人的情绪 这将是世界上首个调节情绪 抗抑郁的快乐植物品种 女主莉莉是该培养项目的主任 离异单身 有个儿子乔 女主想让乔下周去见爸爸 体会一下父爱 乔很不情愿 助手克里斯想约女主莉莉下班 喝一杯女主委婉地拒绝了 乔有个爱好就是观察蚂蚁 晚上女主给乔带了一盆实验的植物 要求乔和植物交流 照顾好它 并给植物取名小小乔 其他培育的品种陆续死去 只有女主的品种生命力顽强 原来是植物小小乔的花粉 害死了其他品种 女主设计的这种植物无法繁衍 这种设计违背了自然界繁殖的规律 院长担心这种植物的花粉有毒 要求大家戴口罩 同事贝拉的狗狗不见了 克里斯去培育室寻找 呼唤狗狗 一转眼 花全部绽放 狗狗撞了克里斯 克里斯倒在了植物上 然后克里斯麻木地走出了实验室 下班后 女主和克里斯去喝了一杯 两个人聊得不错 一起接吻了 狗狗很排斥原来的女主人贝拉 最终狗狗咬了贝拉 贝拉觉得狗狗不是原来的那条了 克里斯告诉女主 贝拉有精神问题 曾经自杀过 请假一年回来后能力不行 她曾经是最优秀的育种师 乔和植物合影 植物随后开花了 乔和植物沟通后 去闻了植物的香味 这导致乔打了强烈的喷嚏 女主回来后 发现乔竟然不饿 贝拉来找女主沟通 认为狗狗被植物花粉毒害了 花粉进入鼻腔 改变了大脑的行为和个性 女主不认同 贝拉提醒女主 克里斯也被感染了 克里斯在保护这些植物 院长批评女主 植物还没有通过过美元测试 克里斯极力维护植物 继续进行培养 乔和爸爸去钓鱼 回来后 爸爸告诉了女主 感觉乔不再是原来的孩子 女主做了个测试 乔的回答和以前不一样 女主去查阅了一些书籍 了解了大脑的通路 晚上乔去约会 女孩主动和乔Kiss 乔带女孩去的实验室 女孩闻了花的味道 花粉的味道散发了 两个人在桌下接吻 整片植物的花开始绽放 这是植物独特的繁殖方式吗 监控拍到了其中一幕 一株植物不见了 院长以为一株植物被偷了 但是女主看到监控里有一只脚 贝拉提醒女主 植物感染人类进行繁殖 那是她的生存方式 女主当然认为这是胡说八道 女主回家看了贝拉给的优盘视频 发现做过花粉过敏试验的人 每个人都觉得身边的人变了 有个孩子说 感觉自己在电影里 在扮演自己 女主发现儿子乔有了女友 邀请一起吃晚饭 乔突然要求想和爸爸一起过 因为妈妈太忙了 无法照顾他 一番争执 乔让女主摔出了血 恐怖的是 小女友站着笑笑 毫无情感 乔和小女友一起浇灌植物 小小乔很开心 女主意识到了 乔最近都不照顾蚂蚁了 克里斯不认同植物里 有感染人类大脑的超级病毒 女主很担心 儿子乔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同事要求贝拉在晚上 帮忙浇灌营养液 晚上贝拉浇灌后 突然无法走出培养室 所有的花都开了 贝拉翻开天窗倒离 当女主在找贝拉的时候 贝拉说吸入花粉后 顺心愉悦 一切不开心都治愈了 克里斯向女主表达了爱意 认为乔只是青春期 女主回家质问乔和他女友 你们两个人去陪浴室干嘛 乔说两人都被植物感染了 但是很快乐 两人打算去保护植物 乔建议女主也吸入花粉 那大家都可以一起快乐 最后乔说这一切都是玩笑 乔从克里斯了解了这一切 乔觉得自己的变化是青春期而已啦 晚上女主抱住乔 可惜乔没有任何感情流露 女主向院长坦白 植物用了病毒做载体来栽培 吸入花粉会让人很快乐 但是吸入的人只会在乎植物 不在乎其他人 会失去真正的情感 随后女主建议送去基因检测 餐厅里贝拉突然发神经 你们都被植物感染了 院长和克里斯去劝说 最后贝拉跳楼自杀了 同时院长宣布植物花粉没有威胁 大家都不用戴口罩了 女主想毁了这些植物 切换了温度 克里斯打孕了女主 重新设定了植物需要的温度 克里斯又拿掉了女主的口罩 让女主吸入了花粉 院长告诉女主 小小乔植物大受欢迎 获得了全世界的订单 女主原谅了克里斯那天的暴力 还亲了克里斯 从此母子关系也变好了 女主让儿子乔去爸爸那里居住 女主对着植物说 晚安小小乔 植物小小乔回应 晚安妈妈 所以不要随便玩病毒 一个不小心祸害了整个人类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